岁末年中瑞穗湘11个部落文件站 在湘工所的支持下办理年度联合成果展 各个部落文件站歌舞交流也进行趣味竞赛 联系彼此的情谊 文件站的长者们不论旧与新知 皆一致肯定地表示 来到站上都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活力 不论是年度作品展 还是歌舞交流 瑞穗湘11个部落文件站 超过300多位的长者们 今天起居一堂歌舞通欢 不只是站上的老人长辈 平日教学或代操运动的招服员超过30多人 也联合下场大跳大会舞 逗的场外长辈们是笑着共同 手足道 欢乐气氛满格 平常在文件站有没有做些什么 有有有有在给我们画读啦 练习学字啦 手工这种工作给老人手动一动嘛 没有动不行啊 会麻麻的 你参加文件站几年了 三四年了 文件站能够能够不断的 就是说让这些老人更有活力 然后他们就是说来这个地方就是很喜乐 原住民的语言他们的动作会跟他们一起 在一起活动的时候真的感觉到不一样啦 因为我回来参加就一年多的时间喔 从民国97年瑞士香成立第一个文件站开始 相公所也积极向原民会争取部落移居 以及部落特色道路的计划 潜化部落环境交通道路的安全 让长辈们能安全开心的参加文件站 明年年中也串联各个文件站 共同办理年度联合成果展 大家彼此观摩学习 请以交流 那到目前有11个文件站在瑞士香 大概360位左右的长辈在我们文件站 我们这次办长期运动会跟文件站成果发表会 那希望长辈们在这边一年做动态跟静态的成果 可以在这里呈现 原民课长李小梅指出 日子香老年人口约有2700多位 而将近1000多位的原住民长者中 就有300多位参加部落文件站 去近三分之二左右的占比 相公所业高度关注各站精管概况 给予适当辅导协助 让部落族人都能健康在地老化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